接下来再来关注啤酒市场 进入五月下旬 各地气温攀升 啤酒也迎来了消费旺季 今年的啤酒消费市场如何呢 我们的记者走访了 上海市的多家餐厅酒吧 来看报道 小龙虾 烧烤 啤酒加音乐 约上三五好友 一起吃着小龙虾撸着串 听着小曲儿喝啤酒 在上海闽航区的这家餐厅 从四月下旬开始 就渐渐进入旺季模式 一到周末就排队 热闹场景一直延续到后半夜 每年从四月二十号以后 也是一个龙虾跟一个啤酒 销量最大的一个旺季 龙虾的消费的话 应该占到三分之二 啤酒要占到三分之一 比如说吃个六百块钱 可能就四百块的龙虾 连百块的啤酒 榨皮每天晚上可以卖到八十层左右 八十层 对 瓶装的啤酒大概在五百瓶左右 记者走访了多家餐饮门店发现 在一些以小龙虾 烧烤 海鲜为主的餐饮店铺 啤酒是顾客点单必不可少的 龙虾配啤酒必须点的 最起码每天在二十五箱左右 每天的啤酒量比三四月份的话 有一天要应该再多了三分之一应该有的吧 甚至还有一些餐厅为了延长营业时间 重新改造店铺 加入酒元素 形成了一种餐饮新模式 餐酒馆 白天我们做餐 晚上是我们做酒 是可以相互带动起来的 喝酒的人会点我们的餐 用餐的人会点我们的酒 很多收入营业是大幅度提升的 就是完全是靠酒水这一块带动起来的 2021年1到4月 多规模以上啤酒企业累计产量 1140.9万千升 同比增长33.6% 相比2019年同期基本持贫 消费恢复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高端产品销量明显提升 一位从事啤酒批发十多年的经销商 告诉记者 现在客户对酒水的品质要求不断提升 低端产品已经渐渐淘汰 也是往高端走 我们低端的啤酒市场也是越来越少 比低端的产品 我们的盈利空间也会大一点 与过去单纯追求销量不同 眼下国产啤酒巨头不断加码高端市场 动作频繁 华润收购喜利 加世博注资重庆啤酒 完成资产重组 青岛啤酒改换包装 升级品质 推出百年系列产品 从上市公司层面来看 一度青岛啤酒的主品台 销量普及增长百年四十四 而且高端啤酒的销量增速更快 推动了敦酒价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六 加世博中国的话 除了恢复性增长之外 同时也受益于乌苏 164这种高端产品 赤成向上 从一度到现在来看 整个啤酒行业的销量恢复是很明显的 啤酒价格也出现了高端化的趋势 谢谢 谢谢大家